我 派给陆静迟三年 混坊像是酒店 陆静迟每次回来 只有一件事 上庄 孙岚 看着我 我叫你看着我 兰兰 你叫我 叫我 出声啊 陆青石 我只是一个哑巴 然后我怎么开口呢 哥哥 你也早就不是那个牵着我 保护我的哥哥了 将来 你就像是一条死鱼一样 人而死而死 你也不知道 nik is 你不要 你别觉得 你真的 你太过分了 我以来 就让开口 变成一个 下颜 你回去了 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我们一吵架 你就要回去找那个哑巴来恶心我 你看见了 没 没看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你是陆家养女 我娶你 是为了满足爷爷的遗愿 不要爱我 哥哥养你一辈子 懂吗 不停是 你说过让我别爱你 所以我看到了跟你怎么样了 你不会在乎我的感受 不被在乎的人 是没有自个脑情绪的 我去做早餐 今天是我姐孩子的百日宴 你一会儿跟我回头到这儿 怎么了 没什么 快吃吧 免得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陆静迟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也有苦力的孩子 手术给你安排好了 赶紧把你肚子这个肉团给我打掉 妈 我想把静迟的孩子生下来 你还有脸提静迟 你想给他生个小哑巴出来吗 你丢得起这个人 我们陆家可丢不起这个人 赶快打掉 这是静止的意思吗 这还用问了 他连人都没来 可想而知 他有多讨厌你肚子里的孩子 何许 终究是我失望太多了吧 你让我去 孩子回来了 你也来了 别站着了 坐吧 肖岚 你和静职都结婚三年了 搞成什么时候再给他生孩子 不是我不是 是你 杀柱 你可别美呼不开提美 陆家已经有一个哑巴 都别美了 还想再生个小哑巴吗 我们陆家还要不要见的 你可别美呼不开皮美 我这不是心疼我弟吗 总不能一辈子是我这么哑巴 不生孩子了吧 这岂不是让我们入家绝后啊 礼物我放这儿了 我先走了 别着急走啊 还有人没来呢 你好歹吃了饭再走啊 妈 姐 公司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吃吧 等了 走 刚才陆婉柔说的 你怎么看 什么 再生个孩子 妈说得对 我们还是不要再生了 昨晚 我没做错事 我知道了 乖 说吧 要去哪儿 我该去上班了 阿蚩啊 这个呢 是蓝蓝 蓝蓝啊 以后就住在咱们家了 你是哥哥 以后啊 要照顾好妹妹啊 妹妹 我以后有妹妹了 妹妹 以后我对你哥哥 哥哥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果然 诗言发出来 就是为了违背的 到了 阿蚩啊 你果然跟郑哑巴在一起 你果然跟郑哑巴在一起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在这儿 怎么找到你啊 下车 去上班吧 上车说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脏了 我都烫了 消消毒 你还生我气呢 好了 你就别摆着凑脸了 大不了 大不了 我以后不提醒你 和他女生的事情 小燕 我说过 你跟我一天 我就保你一时无忧一天 如果你一辈子不结婚 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可是明明是我跟你现在一起的 好吧 那你总得给我点补偿吧 说吧 想要什么 那样马沙拉迪我看你了 你跟我分享 兰莫吉尼 好 我答应你 还有 一个月 不许实现那个眼睛 还有 这还差不多 这样你都不生气啊 习惯了 你肯真是吧 你喜欢的珍珠奶茶 喝点甜的 是 好 我 哪里 哪里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只是衣服扎了 你呢 没上到哪里吧 老板 我也没事 这几个外卖的子快要超时了 我得赶快去送 喂 你都裹成这样了 你怎么去弄啊 算了 我去吧 来了 你去关着上我的备动衣服 你坐着帮我立脚 你来洗衣服 来了 你再担心着我 我去就回 姜婉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来找阿时的 我倒是一点也没觉得你单纯啊 你暗中调查她的行踪 知道她跟我来了酒店 所以就迫不及待的来找她 怎么 真把你自己当这么气了 可是有什么用呢 你对于她而言呀 就像小猫小狗一样 她高兴了 就摸摸小狗的头 可是有什么用呢 我劝你啊 还是别白费心思 嗯 从哪儿再来一只老虎鸡 可这乱叫什么呢 找不到窝了 你 来了 你别怕 你才是路径吃明正言顺的棋子 用不着怕这个 知三当三的野鸡 你说谁是野鸡 谁答应说的就是 就你还想打我 回去买点鸡汤补补吧 毕竟吃啥补啥呢 江岚 阿迟 你来酒店改说 阿迟 我知道这位四小姐 她是你好朋友的妹妹 但是她好像误会我们的关系了 你要不用 帮我跟她解释解释吧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是大小的那样 什么时候帮你给我 穿成这样 你来酒店想干什么 回答我 回答我 算了 你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关心 好 阿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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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个哑巴志气 难道连我也不管了吗 上车 陆静迟 眼看雨就下大了 你竟然在下也不在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这雨下大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让她怎么看着她 就怎么回去了 把门锁好 谁都不能放她进来 是 把门锁好 谁都不能放她进来 是 他就不让她进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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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问问江兰 他知道错了吗 是 不好 陆总 太太晕倒了 快去备药 你倒是睡得安稳了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睡过去了 你吃饭了呗 兰兰 咱们以后不去咖啡厅上班了 为什么 思宁那种人 他会怠惯你的 我给你换房工作 我很喜欢那里 我想继续上班 我说了 不许去 你以后 不要再跟慈宁来吗 你还想说什么 我们离婚吧 你再跟我闹脾气 没有闹脾气 很早就想给你了 因为思宁 所以你要跟我离婚 是吗 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跟你离婚的 好 离婚可以 你净身出户气 然后把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钱 全都还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还回来的 我什么时候放你离开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的钱都在这里了 我一分都没有用过 我说的不是我给你的钱 而是陆家这些年 在你身上花的所有的钱 我可以慢慢还 你一个样吗 连话都说不清楚 你出去只能活活被饿死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还啊 啊 我们离了婚 你就可以取下盐了 这样 所以你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说话 你什么时候把钱还清 什么时候暂停你还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知道 金翔他会嫁给我 诶 多了 爱莫 既然我们来都来了 那我们再去看看 明天要结婚的我怎么样啊 好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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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我的小媳妇了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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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来一趟魔方 陆哥发疯了 小宁 别再去了 动手打人本来就是你的部队 赶紧当面 你可以下去先道个歉 这事就算结了 哥 他下眼就是一只四处 高高高的眼鸡 也配让我跟他的 傅宁 不认识 你疯了是不是 谁不知道夏小姐 是静止躲在新街上的人 你干嘛非要这样 我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 怎么 这年头说实话也算不上一年了 思念你别太过分了 我跟阿智在一起的时候 他和那个哑巴还没结婚呢 要照你这么算的话 人家青梅竹马 一个屋檐底下 生活了十几年 关你这只眼睛什么事 就不错了 他一个孤儿 陆家是他那可怜 所以才不受养家的 四娘 道歉 你想让我道歉 玩儿都没有 陆静止 你放着自己的老婆不管不顾 却把这么个女人当块儿抱 你可真有本事啊 思婷 道歉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陆家 静止 我替他跟你道歉 想您的性格你也知道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思耀 你想替你妹妹道歉可以 来 把台面上的酒清满 我就原谅他 好 行 不就是道歉吗 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当的 我打了夏严一巴掌 我家被帮过去 孙总 你来这干什么 坐下 陆静止 我是你明媚证据的正妻 不知道由我来代替思宁 给这位夏小姐道歉 够不够够 我道歉 你放过思宁 可以吗 你不在家里面好好待着 跑这儿来给思宁出头啊 跑这儿来给思宁出头啊 思宁出头啊 我只有思宁一个朋友 我不能看着你内难他 好 非常好 但这事我说了不算 得当事人说了才错 对不起 她是我的错 请夏小姐原谅 请夏小姐原谅 你比划什么呢 我又看不懂 思宁她打了我一巴掌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只是想拒绝 就我其实得了吗 就我其实得了吗 你只是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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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过分了 欺负一个不会说话 这算什么本事啊 走 走 走 这样 够了吗 你说了 我要你亲口 跟我说声对不起 我没办法亲口道歉 请夏小姐换个条件吧 什么条件都可以吗 只要我能做到 二次 你说呢 我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你是当事人 你说了算 既然你没办法开口说话 那你就跪下 表达你对我的歉意吧 来来不要 够了 到此为止吧 好 夏严 看来陆俊驰 也没你说的那么在乎你吧 果然 野鸡就是当不了功能 我劝你 还是少得意忘心的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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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长本事是吧 矜持 我听你的话 我不去上班了 再也不去了 你不要再为难死定了好不好 你现在知道求饶了 晚了 我明天就砸了他的店 求你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求我 哥 哥 说什么 哥 哥 为什么偏要说明 杀他可以 我好重点 我什么都没有了 事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可可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会一直陪着你吧 不是这些人 莱莱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去 哥 哥 哥 你闯入我心里 更不早只想听 留下一片浪漆 我自己来沉溺 最怕疼爱的人是你 最无愧前一笔 又何必把爱当作便宜 你住进我心里 生不掉那忘记 我却冷靠 看他往日的情分上 我绕他一次 但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爱舍救你 你好像很久没有交往我哥哥了 是啊 很久没有了 但你真的不了解原因吗 谁说 喂 雅伯 以后离路静迟远点 听见吗 你这个连嘴巴都张不开了 私仰 竟然还想吃鸡肉 真是妄想 路静迟是我们孟杰看上的人 以后你尿尿都不过去 你听到没有 许梦 你敢背着我动我的颜 你好厉害啊 你是我的人 以后他们不会在书下 以后谁欺负你 记得告诉我 他的人 你究竟把我答应和你认为他 我相信你 喂 你答应过我 吴宅静远点 喂 你答应过我 吴宅静远点 吴宅静远点 他淋了雨 生病了 我也生病了 好啊 我给你找个医生过去 去吧 夏小姐更需要你 我没信 你什么意思 好 我现在就过来 等你 陆浅静远点 你 陆浅静远点 我这辈子演过最恨的一场戏 你 就是假装不爱 你 还傻着许愿 原来你就是那颗留心 我 你 我 你 你 你真的要紧张吗 是不是幸福的逼你的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实在不好意思 再继续上班了 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说什么呢 他幸福的又不是没长嘴 道歉也不用你来道歉啊 又不是因为你 你不要怕他 大不了和他离婚 我养你 臭男人而已 都什么了不起 谢谢你的好意 这个事情回头再说吧 我想先回去休息 好好好 你还发热烧吗 快点回去休息吧 咱们 你醒了 你突然就晕倒了 我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打电话叫我哥来了 医生 我朋友他怎么样了 姜小姐只是有一些感冒发伤 暂时没有大碍 但是 但是什么 姜小姐已经用不住所 让人上班了 孩儿还不太无边 如果很多药 他还好给他有点 什么 莱莱 你怀孕了 莱莱 你怀孕了 不可能 我们做了保护措施的 任何安全措施 都比一定百分之一百有效 偶尔有一些意外 也是很算正常的 那 姜小姐 您想休息 我去给您开药去 你怀孕了 药 他用神路进去吃过来吗 他不会想要的 也是 那就打掉 趁现在岳父还不大 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我想要 为什么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羁伴 行 那就生下来 姓路的要是不想仰 我和我哥帮你啊 谢谢 四先生 我怀孕的事 能请你帮我保密吗 哦 会的 宝宝 对不起 不过就算没有爸爸 妈妈也一定会拼尽全力 让你幸福快乐 要不再你 看什么呢 在 看离婚协议 是吗 拿着我 姜蕾 你不是想跟我离婚吗 怎么 离婚协议我都不能看 姜蕾 我这个人生凭罪准别人骗人 而隐瞒呢 也是欺骗的一种 所以我建议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我告诉你 你没有资格跟我提离婚 懂吗 看在你没有骗我的份上 今天我就放过你 但是以后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那两个字 听见了吗 你小时候最喜欢的 我今天 你一起看 没什么蛋糕嘛 就快吃饭了 快给 外来的丫头一点都不懂鬼 没看见大人在休息了 吵死人了 看我干嘛 看电视啊 你不是醒了吗 他一巴掌在给客庭草 不仅是 这些年来你一直都是这么照顾的 但从今往后 我会再成为你虚强的美容 怎么 你不想让我给你看 对 你不喜欢 不喜欢 江岚 我今天难得有五 别在这儿等鼻子上流 哪敢 不敢 不敢 我就不应该可怜你 你就只适合当一个供我发泄的妈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我来大鱼妈了 不是要大鱼妈了吗 你还要不要我 是 你不在 我 我 我来大鱼妈了 我来大鱼妈了 我去尝试 你才知道 我去尝试 姐姐 他去尝试 你当我去尝试 你快尝试 我去尝试 你会在尝试 我去尝试 你不在尝试 我来尝试 你去尝试 你违试 去给我查一下 江南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莱莱 你还在睡吗 思宁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把你拍的照片 发到社交网络上 被一个大V帮用后 很快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莱莱 你要成网红了 网红 对了 昨晚还有一个服装品牌联系我 问你能不能去给他们拍个宣传片 给他酬劳挺高的 你不是要赚钱养宝宝吗 要不去试试啊 是啊 我要赚钱养宝宝 还要回路静池的钱和他离婚 好 我愿意试试 老板 你跟 静池哥哥 我今天成年了 可以化妆了 好看吗 丑死了 谢谢啊 听不懂我说什么 拿着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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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静池 在你心里 我真的就这么不好看吗 来了 别紧张 你今天真的很美 自信点 夏小姐 你怎么亲自来了 快里面请 听说你们服装品牌周年庆活动 请了不少名额和服务 对啊 是 你也对这个活动感兴趣 我很喜欢你们家那套紫童 这个名额给我留长 张兰小姐 这套衣服叫紫童 不但以紫围有紫的象征为目中之贵者 是正宫皇后的代称 也是我们家当季的主打款式 我觉得和您的气质非常的配 希望您穿着它为我们开着宣传照 喜欢吗 陈经理 既然我们双方达成一致那就签合同吧 当然 合同已经准备好了 喂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二位 不好意思 这个合同再是签不了了 陈经理 你什么情况 这 高总 这就是你说的 又穿紫童的人 是啊 小小姐 您看 紫童的人选 我们既然已经定了 要不 您试试这套玉环 这个风格更适合您的 可是 我就是想自己的合同吧 陈经理 不该给我们解释几事吗 这位小姐 是我们店的VVIP 还是陆总奔在心价上的一样 原来是VVIP呀 这个陆总还真是出手破终 要是推搭自己老婆也这么大 就好 死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还不够危险吗 这件紫童 在我们家 带出的是这么多痛苦 你一个没冤没尽的眼睛 很配 耶 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回去什么呀 你怕他干什么 他在你们这消费多少钱 有什么 我出三千了 这件紫童 非将来莫属 孙明 稳静 我们是来挣钱的 不是来花钱的 钱可以扔到 你这口气我必须帮你挣回来 三千万 不够分家 好啊 他出多少 你这消费 我也要这套 说得好像谁没钱似的 说得好像谁没钱似的 你有钱 你花的还不是有富之富的钱 这钱还有我们南南一半呢 我们南南不着你追战就不错了 你还在这四处嘚瑟 你 你什么你啊 二位都别争了 要我说啊 你们都试一下这套衣服 你去看谁都合适 比较 我们南南这么美 南南还会输给她 这件就是紫童 这位就是紫童的设计师 由她来决定最终的名额给谁 没问题吧 我却某些土瓜子还是顺党放弃 你们继续骑 谁继续骑我还不一定呢 那你们决定好了呗 谁先决定 我先冲 我可不冲 别人冲我了 好 这边请 你觉得 你还有事要啊 拉拉你别怕 四十秒 你穿个要裙子 肯定给它好看 真的 阻挡 我替你 都决定 不替你 我替你 我替你 现在 在你 我替你 Making hope I can't let it out of time Falling and falling 你家美风诶 她不就是子彤天生的人权吗 我的子彤不是就被她儿生了吗 那你出来试试结果吧 江小姐 稍微咯 你觉得江小姐才是知道 子彤的天生人权 陆总 您怎么亲自来的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户群的 希望陆总是什么意思 都什么年代了 还不让你化妆你有病吧 我说过的话 你是一句都记得我什么 我 这道圈子不适合 把她的下来 阿琪 我就知道你做的最好了 行了 你听到了吧 阿琪说了这个要求的不适合你 我就别再次都做情人了 而且就算你出了几年 如果阿琪真的还有一个人 是不会把她放在营料上 有个精英国可放 阿琪会藏起来 偷偷保护 懂吗 就在这儿拖 来了 不要听她的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就让新鲁当场表态了 让你离婚 让你跟那个离婚 不断了 朗朗 你能不能有点鼓气啊 四明 我不是没有鼓气 我是怕她见过你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我不是不是 你会让她看一看 如果对啊 她买飞去 我只能是呀 顺着你 我尝试你 买飞去 曾莞 你很需要钱是不是 你到底想看什么 我陆京池到底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 区区几十万 就让你出去抛头露面 你为什么不听话 回答我 欠你 欠陆佳的钱 我会难道管轻的 你说什么 这是你先前开出的离婚条件 好 好 好 我说话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那两个字 陆静池 我累了 我真的好累 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呢 我们之间 算什么 你什么也算 我们这段婚姻 本来就是始于爷爷的遗愿 你不爱我 我也 我爱你 才纠缠下去 还要保护你 你还要保护你 你怎么 你怎么 你 我不想再这样了 我想认认真真地去谈一谈你 我想堂堂真正地去爱一个人 你想跟谁谈你爱 你想爱谁啊 是谁的我 只要不是你 爸爸饿了吗 是妈妈没用 妈妈对不起你 这小妞长得还挺好看的 这小妞长得还挺好看的 走 去看看 走 姜范呢 妈 她都没跟您在一起吗 那 叶不归宿 长得笨是不是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找找郊婉 看看她在什么地方 一个人 聊聊嘛 我们又不是什么坏人 不是羊儿 真的是羊儿 你干嘛呢 你干嘛 滚 没事吧 不净迟 你既然不爱我 就不要再给我类似爱情的错觉了 别动 你还知道疼吗 我还以为你正常本事 离家出走 谁叫你呢 回答我 没有人教我 你又不在意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不能走 你那么喜欢夏妍 可一眼都不查 为她花武艺 却对我斤斤计较 连小时候花的钱都要我还 你既然如此 你还怕我找回来做什么 我们互相成全不好吗 是 蓝蓝 蓝蓝 是粗了 蓝蓝 我被关进毙了 相机也被没收了 可惜了那么多的抵片 不过你的照片 我还是乒劲 抢回了几张 我给你寄过去 你记得查说啊 张岚 你现在已经开始把我的话当耳旁疯了是吧 把今天的会计都给我拿过来 挨个查 让开 求求你留下他们 这些照片 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了 起来 这些东西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我又没有跟你说话 不要再和死你往来 你为什么不听懂啊 为什么 我连个朋友都不能有吗 你要朋友干什么 有我就靠我 我一直都只有你 从小到大 我只有你了 可是你的身边有很多人 没有我的位置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一只猫 还是一条狗 还是一条狗 陆坚持 我是个人啊 我不是小毛小狗 我会有心的 我也会难过的 我不要像小狗那样 我每天就坐在家里 颜巴巴地盼着你回来 然后等你摸摸我的脑袋 我就高兴地摇起了尾巴 我真的累了 好 蓝蓝 你不是小猫 也不是小狗 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家人 从前是 以后也是 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小朋友啊 蓝蓝 你饿不饿 二人 我煮面给你吃啊 你最喜欢吃的 峰结架的米 快吃吧 趁热吃 死丫头的 禁感满物保卫的香料 给我弄掉 你尽其给我好好操准备 作词 也好 你anya 你再来等我一下 做了吧 快吃 让你吃你就吃 我吃有重力了 好吃吗 哥哥 你煮的面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 那当然 昨天没什么难过 我第一次就成功 以后你想吃告诉我 我给你做 你为什么不吃啊 陆静迟 我现在不喜欢吃面了 陆静迟 我现在不喜欢吃面了 为什么 我长大了 人的口味是会变的 口味变了 谁允许的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 吃 你 绝对 我 我 我做的面 就这么让你讨厌 啊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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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楠楠 明天是你生日 你乖乖聽話 哥哥帶你去吃好吃的 来洗衣服 嗯 你这是干什么 脏了 我给它 消消毒 怎么了 我是不是很脏 坏一点 来 兰兰 我多点东西 我去拿一下 马上回来 安石 这个礼物是给我的吗 这个礼物是给我的吗 这不是给我的吗 不是 不是给我的 那难道是给那个哑巴的 今天是那个哑巴的生日 你居然还给他准备了生日礼物 我还有事 先走吧 我不许去 我不许你去给那个哑巴给我生日 小妍 别胡道 好 我不管 反正你今天就是不许去 不想吃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碰过我 你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那个哑巴 妍妍 我改天 我不要改天 我去 阿诗 你不能给我个棉份 总体给我个孩子吧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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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这样 你还是没有反应吗 你闹够了没有 麻痴了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 小妍 涫衍 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我的女人 你说 我喜不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敢碰我呢 你知道的 你因为我不能娶你 对 你是珍惜我 对吗 严严 你说到 好吧 我看在你对我弄得好的分上 我就不计较了 婆婆 你今天还是不许去 和那个哑巴伯手绕 不许去 好 我答应你 这还差不多 都说了我不喜欢这个款式 它非要买 真是拿它们办法 都说了我不喜欢这个款式 它非要买 真是拿它们办法 吴太太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打烊了 这是陆先生之前 计算在店里的蛋糕 马上就过十二点了 要不您许个愿再走 将来 生日快乐 龄晓晓鸣 我走了 你就没想我 陆太太 您真的没事吗 陆先生 您怎么这时候才来 江兰呢 陆太太一个人等了很久 后来店里要打烊了 她沉默地吃掉了一整个蛋糕 然后就匆匆避开了 江兰 我今天 确实是忘记了时间 但是我已经准备了一步 看看 喜欢吗 你干什么 陆静迟 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嫁啊 像一条没有尊严的狗一样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给我一拖使为你咬着尾巴吃下去 连挡大串也干得好 像我这样的人 是不是很下奸 好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连个卖身小姐的活 都想笑她 你疯了 是谁允许您说这种自情自荐的话啊 我还需要自情自荐吗 在别人眼里 我早就见到吃饭里去了 我这段时间让你出去上班 倒看你养出来一身烦梦 看来是该给你点教训吗 走 给我好好反省 什么时候知道错了 什么时候放你出来 来人 没我的允许 谁都不准放她出来 谁都不准放她出来 死丫头给我带着好好做反省 尽量偷吃 滚进去 滚进去 一个养女尽量跟婉容抢东西 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哥 哥 蓝蓝的话也就打不通了 你帮我去看看她 没有 够 将来是静时的妻子 静时知道什么状况 就是因为她是姓慕的妻子 我才担心啊 今天她生日 晚间我给她发誓份祝福 她都会回我的 就今年没有回 那也是你的家事 肯定会关系 那她以前还怀着小宝宝呢 我就看在一条无故小生命的份上 你就帮帮她吧 现在出雾 没有人能帮她了 那我 打电话问几次 你给姓慕我打电话 能问出什么 你就亲自去看看 你去听她 好 我亲自过去看看 行了吧 吴总 去 把明天上午要过的文件 都给我拿过来 是 是 关于朱姜蓝图这个下 别跟我听这两个字 啊 我说啥了 短夜你跟没什么事 我说你最贼的 江南 你在吗 江南你在里面吗 一在的话你就敲两扇门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走了你怎么样 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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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你怎么样 先去医院吧 我 passing 你别人 她还好 我损护了 我怎么会 我现在给你帮你吃到 倪工医院 读你 我偷离 一帮 Cocktail 老大 我家了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先去失常引起的昏厥而已 先要送来几时 已经没事了 那孩子呢 孩子没事吧 孩子本身就有一些不稳 这次又动了太气质 虽然说是在保住了 但是以后有好保养身体 我们才出不来会意外 好 谢谢医生 你跟我说 没事 你要下床吗 是你送我到医院了吗 你想要什么 饿吗 渴了 还是 是想要上伤所 那你想回家 回家 算了 他还没看过我说 我 我送你回去吧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也得给她发一面紧细的信仰 静止 江兰有幽闭恐惧症 你不该把她关在杂魂线里的 哦 你心疼她 哦 你心疼她 你知不知道 她已经 江兰刚从医院回来 静止 希望你知晓分寸 喂 医生怎么说 陆建世 你真的关心医生怎么说 关心我的身体吗 你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人员 至于答案是什么 你根本就不在意 把刀转过来 可看着吧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我哭了 委屈了 我们离婚吧 你再说一遍 我们 离婚吧 好啊 你滚出去 在外面活过八个月 再滚回来 我跟你签离婚协议 等一下 看什么去 收拾东西 你浑身上下 吃的 穿 喝的 用的 都是我买的 你凭什么带走吗 够了 滚 滚 陆锦池 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是想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吗 是啊 我从来都是被你拿捏的死死过 我怎么可能逃得出你的收场心 我这就知道 我受了 你听说 我 你这样 你也不跟自己 很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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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 你 你 你 我 我 怎么想开 陆总 太太现在身上没钱没手机 哪儿也去不了 把她接回去吧 不用 等她在外面吃尽了骨头 她自然会明白的 你醒了 我 我怎么在医院 你不会说话吗 那你会写字吗 医生 我怎么在医院 你是被一个请接工在地下通道见到的 当时你也灰尘鲜血 还以为发生了命啊 就赶紧报了警 是警察同志把你带来医院的 你现在情况就好点了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他还在吗 孩子还在 但是情况不怎么好 你这个胎儿很弱 你已经出现了写照留她的成照了 就算这次保住了 下次仍然可能会突然流程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救救她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我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是 趁早留掉 对你 对胎儿都好 既然 既然 既然你是被人在地下通道里发现的 想必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经济条件 也没有稳定的居住环境 除非 你能马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养胎环境 是充足的营养 保持稳定的情绪 否则 你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也会自己流掉 到那时候 你会更遭遵 我想留下她 我想留下她 小姑娘 你别倔 如果你非要保下这个胎儿的话 你需要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你有钱吗 谢谢医生 我知道了 你不要这样 も however 你这刚刚抱在那里 不会至少 要总结有个伎urity 马下 或者是 我随便看看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个人在外眉毛 还穿着病号服 你怎么了 你别哭啊 你是静止的妻子 又是小宁的朋友 你有什么难处 可以直接告诉我的 如果能帮得上忙 我一定会帮你的 好吗 你能不能告诉我 等等 你能不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四先生 我的宝宝可能保不住了 静止知道了 我被他赶出来了 那你现在 有什么打算 要我帮你去跟静止说吗 不能告诉他 四先生 你能借我一点钱吗 你没带身份证就跑出来 我用我的身份证 先给你开了先房 预定你一个月 再说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不够的话随时找我 一百万 太多了 谢谢你 我会还给你的 没事 对了 你有我电话吗 没有 这是我的私人号图 我让人专门给你买的手机 有事随时联系我 谢谢 我先走了 你住院去 宝宝 你别害怕 妈妈捡进权力也会保护你的 宝宝 关于陆氏与劳洛斯家族合作的第三次国中大会 投票显示18号赞成20票反对 本次决议不同 进时了 其实那对这个项目一直都不抗好 你就别折腾了 再说眼下我们陆氏 也不缺这点利润呢 是啊 矜持 这个项目风险太大了 我跟妈都觉得没必要 好 都听妈和姐的 不整 今天我们都回老宅 一家人吃顿饭 哎呀 我这一会儿还有愧 你们吃吧 就先失陪了 林哥 走 我们走 陆总 嗯 没什么 遇到这东坝了 江兰呢 回来了吗 还没 没想到 他这次这么能靠 马上去查一下他现在的位置 是 你已经有了先照流产的钟照了 这个孩子要保住啊 不太容易 我给你已经开了最好的保台药 回去记得安时吃药 记得握床静养 不要聚恋运动 保持心情愉悦 能不能保住 就看你的造坏了 来了 火烤灯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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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明 你不是被关禁闭了吗 我逃家了呀 老爷子以为冻结了我银行卡 就能限制我的自由 门都没有 那你没钱在外面怎么生活呀 你不用担心我 我去跑两场机车比赛 拿了奖金 就能严格自己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没事的 哦 对了 蓝蓝 等我找到钱了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草 草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呀 你不是 你不是想把这个宝宝生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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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待在信物的身边 知道有一天她会发现的 温宜 她不想要你吧 你考虑考虑吧 到时候我们一起环游世界 天高海阔任养飞 好一个天高海阔任养飞呀 怎么 想飞哪儿去 江兰 你想飞哪儿去 这事跟你没关系 腿长在她自己身上 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她又不是你养的一条宠物 又不着要向你报告 你让我跟我就走呀 我今天还偏谱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吧 你要想她周游世界 我养了你二十年了 还养不熟你是吗 不过 她应该已经没有机会 带你走了 你要做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说过 不听话 就要付出代价 我错了 我再也不提离婚了 你别为难死你 哎呀呀 蓝蓝不急 蓝蓝不急 看来 你和思佳的关系真的很好 思氏兄妹对你特别好 对不对 好的 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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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洋给你订的这个总统套房 你住得很舒服啊 她有没有留宿啊 我跟她比 你只能讲一点 陆景时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 羞辱你 我怎么舍得羞辱蓝蓝呢 这个游戏 是你想玩的 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交听了 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昨晚深夜 一群富二代聚中标车 集中一辆车失控 冲进人群 造成一死两伤 据悉 肇事司机是私家亲戚 对 具体收购原因 在六百多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说过 不听话 就要付出代价了 阿世 我听说 那个四年开车把人撞死了 这些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为什么这么问 我听说 私家的股票都跌停了 除了你 还有谁有这么大的努力啊 你是不是 想帮我出口气啊 那你觉得呢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那个四娘 之前老是击鼓 现在你终于把我出口热气了 姜王 你来干什么 为什么 姜王 你不是想给私人求情吧 我告诉你啊 门都没有 你扑着 听到了吧 阿晴让你出去 我只要你出去 小姐 阿晴 阿晴 听话 我跟姜蓝有事情要谈 为什么 你是来兴师问罪的 你之前答应我放过司宁的 你也答应过我不再去找他 你做到了吗 我跟你回家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他 不提离婚 快快听话 你放过他 我说过 已经晚了 你已经没有资格叫停了 不只是 私营 就连整个私家 躲在 不要 陆静迟 求求你 怎么 求我 就拿出成衣来 滚回家去等我 我叫你滚回家去等我 我 你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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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你 你 我 他 我 你 我 我 你 姜娜 我告诉你 之前思宁因为给你出头 现在已经有了牢与之灾 他呀 就是被引擎的人了 像你这种人呀 根本不配别人的 也不配那种 这就是你站着中的台湾位置 居住的态度 自家现金思宁 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新闻 持续发酵 此事已经导致 私家股票跌停 竟然是你也敢死了吗 就连整个私家 都完蛋了 像你这种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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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不配得到任何死亡 知错了吗 刘青迟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私家好不好 求我啊 你的成衣呢 求求你 这就是你的成衣啊 将来 你觉得你的膝盖 值几个钱啊 啊 只要你答应放过私家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求你 好 求你 是陆家把我养大 给了我一个家 我这条命 从来都不属于我自己 我一刻都不敢忘 你拥有的太多了 而我拥有的太少 可我不想连累他们 我知道 我自己只是一个卑微的养女 但是求你 看在我们一切长大的情分上 偶尔 也可怜可怜我吧 好不好 哈哈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敢叫我什么 私营的案子 我会出手干预 但是私家经营的问题 乘客已久 我是不会出手消除 江岚 做人 不要太贪心 乖 乖 吃什么了 第一名药 你给我看看 怎么了 我 送你来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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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孩子也只是你市场控制力的东西 你根本不可能爱他 对吗 我不喜欢孩子 你又不听话了是吗 怎么了 不舒服 需要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吗 蓝蓝 乖一点 啊 啊 我的孩子 昨天情况太混乱了 没接到你的电话 你还好吗 我还好 你们呢 思宁怎么样了 对不起啊 是我连累了你吗 跟你没关系 别多想 照顾好自己和宝宝 等这件事过去了 我再联系你 宝宝 该让爸爸知道你的存在吗 可是我真的好怕 对不起 对不起 陆总 咱们的律师团队 已经联系成四小姐了 但是 四小姐不很黑 说 即使坐牢 也不愿意接受您的帮助 她都不管她了 就让她去坐牢了 那 太太呢 求求你 让她们跟思宁姐讲 她妹妹那么紧 她妹妹那么紧 她总能能够紧 是 安太要继续吃吗 目前出血状况 已经基本稳定了 你的孩子本身就脆弱了 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 不愿意接受她 再有下次 一点流程 你老公人呢 她来了没有 那请你转告她 在孩子出生之前 让她先赞切人愿吧 赵夫人 夫人请您回老家一趟 储在那儿干什么 坐下吧 江兰 你和静池结婚有三年了吧 这个月二十八号 就满三年整了 二十八号 也就是下周 你和静池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您叫我回来是有什么事吗 下周二十八号 你和静池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好 我知道了 陆总 夫人刚刚把太太叫回老宅了 走 回老宅 是 下周二十八号 你和静池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这 这是静池的意思吗 这重要吗 你不愿意离婚 是想一辈子霸着陆家少奶奶的位置吗 江兰 我们陆家把你养大 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你不能恩将仇报吧 就是啊 静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有个后代了 你能为她生个健康的孩子吗 难道你想让我陆世继承人 生下来就是个让人手下的哑巴 医生说我并不是天生的哑巴 不具备遗传性 生的孩子有很大概率是健康的 概率很大 有多大 你能保证吗 既然保证不了 谁越冒这个险 越早离婚 对你 对近视都好 我要离婚了 我总不知道了 妈 以后有什么事呢 您直接跟着我说 江兰的口感言 你跟他说有个用 你别气着你 啊 我们只是聊聊天 你看你帮你紧张的样子 怕说笑了 我紧张什么呀 静池回来了 那我吩咐厨房做点菜 正好咱们一家吃饭 来 行了 吃饭 怎么了 久了 久了 你怎么了 久了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我可是听保镖说 她是把你从医院接到这儿的 你到医院干什么去了 没什么 只是肠胃有点不舒服 肠胃不舒服 你为什么告诉我 只是一点小毛病 你工作忙 何必拿这点小事打搅你 如果明天还不舒服 我带你去医院 江兰 你确定是肠胃的问题吗 我当初怀孕的时候 也是你这个症状 你别是怀孕了吧 不是不是 我没有怀孕 就是肠胃有点不太舒服 没怀就好 省得怀上了还要去打掉 多麻烦 妈说的对 整个路加都没有人欢迎和喜欢我的孩子 我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孩子的存在 你真怀孕啊 没有 你知道的 我每次都吃药了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如果让我发现你再骗我 回家吧 怎么了 目前出现状况已经暂千万颠注了 但是你的孩子本身就脆弱了 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夫妻身份 再有下次 闭店流程 我想在老宅住几天 为什么 这里人多 热闹 我也想转换一下心情 你想好了 嗯 好 那就住几天吧 过几天我来接你 又怎么了 开始小心 坚持高高 对一个人太苦了 我不想等你 静迟啊 你我 这两个 这二十年的兄弟了 那和最后一位吧 以后也没什么机会了 徐勇 你说 我兄妹俩是不是有病啊 我兄妹俩是不是有病啊 谢谢你为小年请的律师团队 但我们私家再落魄也不接受别人施舍 更不接受 一个弱女子苦苦哀求来的事实 我们对江南好 只是看她可怜 我们问心无果 定是 外面在船 小龙的车祸是你的车银 因为她得罪了夏宴 你要不信赖你们出头 是谁呢 是谁呢 你觉得呢 如果是你姐 我会坚定地选择 不是你 那现在 算了 不重要 只要是最快的 你得到人了 我关注 你不得到人了 为什么呀 我正在套法 你不得到我 我也不得到我 还银行债务 那是是否会就此宣告获杀 本台记者将持续奔走 摁住他 你把协议给我欠了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 江兰 我以前只当你是陆家养了一条狗 没想到 你还是一条会咬人的狗 不声不响的就给我摆了一道 下面是陆氏与劳勒斯家族项目合作的再次投票 静迟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项目风险太大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次投票 就别瞎折腾了 妈 这个项目 我是在意义 我不管你开多少次股东大会 我都不会给你投同一票 明白 所以 我打算行使人 一票全一全 你手上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我和宛州加起来的股份和你一样 你哪来的一票决定权呢 您错了 我手上不是百分之三十 而是百分之四十 什么 今天是二十八号 是我和江兰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同时 也是爷爷留给他百分之十的股份 正式生效的日子 怎么可能 爷爷在去世之前 留下了秘密一众 他手中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入贡 剩余百分之十的案 留给江兰 并且在我和江兰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之时 遗嘱正式生效 妈 请问 那我现在有权力行使一票决定权 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 以前我真是小乔女女 恩重 让她给我签了 放开她 放开她 下去 妈 妈 生意场上的事情 就不要向江兰发火了吧 静止 我看你最近是有点太贪心了吧 我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 这做人做事 最忌讳的是 既要 又要 妈说的对 我记住啊 别动 妈说的 都是真的吗 什么 股份 商场的事情 你少管 所以 你之前说半个月之后 会和我签离婚协议 是因为半个月后遗嘱才会生效 对吗 我记得 你和我结婚 只是为了股份 你从来都没有习惯过我 不是 我说的 你和我结婚 蓝蓝 你就不能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吗 这些年 我对你不过好吗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一直生活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难道不好吗 如今是 你帮我吧 你帮我走 我去哪儿都可以 我求求你吧 帮你走 我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想离开我什么 蓝蓝 你的眼睛里面上了很多东西 我不喜欢你这样看着我 我不喜欢你这样看着我 股份 股份 我一份不要 我只要离婚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要再提那两次 我 要离婚 兵兵 在我身边 真的让你很痛苦 陆锦致 你心心好 我求你 好 我成全你 反正我说什么话都记不住 只会信别人的话 我 签字 还愣着干什么 叫你签字 医生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总 太太是情绪过于激动 身体是承受不住 这才运了过去 应该没什么答案 应该 具体情况还是要去医院 用专业仪器检查才能处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小子 你醒了 你说 我好吃好喝的为了你 挣了十几年 我还动不动就晕倒了 你这身子骨这么紧贵 离了婚 可怎么办呢 陆总 您刚复给太太准备的 枫棉柚子冻血液 已经炖好了 好 拿下去吧 来 来 慢慢 来 就这么小小一种烟锅 就要好几万 而且早晚各一种 更别提 其他的善事 是 四家再有弟子 经得起你们吃几天呢 我和四家兄妹只是普通朋友 是普通朋友 但普通朋友 都能像我这样养你一辈子 我可以不吃眼窝 不穿名牌 堵住大房子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 从来都是一世一世一说的 我什么都不想要 好好休息 快 路总 这次和劳伦斯家族合作的项目 进展得非常深 之前和你母亲有联系 一直支持反对意见的人 现在也改变得太多 见人下菜叠 拜高菜叠 人之成绩罢了 路总 现在您拥有了太太 这10%的股权加持 您可以说 您终于在集团拥有了最高发言权 但是 股份叫太太说 不过离婚了 抱歉 路总 是我十年了 您记住 我是不会和江南离婚的 任何事 你爷爷未免也太偏心了 居然给那个哑巴留了股份 让静池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到底谁才是他的亲孙娘 小狼崽子以为自己长大了 忍不住露出了疗哑 这倒也算是有几分学习 妈 要是那个项目真让静池做成了 他可就进一步脱离我们的掌控了 放心 他成不了身 外边乱成一锅粥了 你倒是挺会享受 别在我面前比划 赶紧把字牵来 好 我成全你 反正我说什么话都记不住 只会信别人的话 签字 这份离婚协议为什么会在你那里 问那么多干什么 赶快签字 我现在不能签 你这个死呀 我儿子都在上面签字 你还赖着不想签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签不签 不签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可以离婚 但离婚是两个人的事 我不能再静止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 不签是吗 好 好 和妈 让她把字给我签了 少夫人 你还是签了吧 免得受皮肉之苦 你倒是签不签 不签 签不签 你签不签 这只是一下而已 你要是不签 我后面的苦头 还够你吃的 我劝你还是签了吧 签不签 老刘啊 明天下午三点 把策划书交到我房子库上 好 还有 陆总 夫人帮忙帮你去 你快带你去婚吧 好 会议暂停一下 去 我签了 我签了 儿子 你回来的真好 姜兰 一定在离婚协议上在这签了 明天你们就去把离婚证拿了 姜兰 还不把签好的离婚行译拿给我儿子看 妈 您这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她不是不肯签字吗 我当然得想办法让她把字签了 我可不想让她继续待在你身边 耽误你一辈子 儿子 妈知道你可怜这个哑巴 一直狠不下心来 既然你都决定要离婚了 而且在协议书上有签了字 就不要再犹犹豫豫了 为了你后半辈子着想 妈愿意做这个恶人 那还真是谢谢娘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既然协议书已经签了 就赶紧把离婚证拿了吧 省得我看见她就心烦了 儿子 你想什么呢 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这个哑巴了吗 怎么会 我呢 原本就是打算跟她的离婚 那就好 这下妈就放心了 儿子 妈早就提醒过你 这做人做事 最忌讳的就是 既要又要 我们走 来啦 来啦 不 不要死 这离婚协议书 是你自愿签的 这离婚协议书 是你自愿签的 就当我是一条狗 养了这么多年 你可怜可怜我 放过我吧 好了 不哭了 我不死了 我答应你 等你伤好了 咱们就举民证据 把离婚证定了 好不好 躲了 躲什么 我问你你躲什么 江文 看着我 你怕我 我做了什么让你怕我 我问你我做了什么 让你怕我说话 别用这面试看着我 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别用我 要哭了 euh 嗯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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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也是这么求你的 没有 稍微都没有 当然没有 江南是个养了吧 他不会说话 我求你啊 什么东西 敢动不动 我不敢 连长 我很好欺负什么 不是 我什么人 都想在我的头上了 踩你脚啊 你想玩是吧 我陪你玩吧 我 把这拿过来 不要让我看到他十根手指头上 有一丁点好肉 好 好 好 我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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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河妈换了哑巴离婚签字 值了 那个哑巴就算离婚了 她手里还有百分之十陆氏的股份呢 难道真的让她带走 放心 一个地下养女 陆家的财产 她休想带走一分 来 石阳 我们什么时候去领离婚证 你先把药吃了 什么时候去领离婚证 你就这么不想待在我身边吗 你答应我的 我答应你了 等你伤好了之后就去领离婚证 你现在伤好了吗 你说我不想要了 好 你想做一件事情 随便 陆静迟 事到如今 你还让我说什么做见不做见 我的人生 早就给你做见到尼里了 阿迟 我听说你离婚了 我们到底有没有离婚吗 你离婚是不是为了娶我呀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娶我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你离婚 难道不是为了娶我吗 你听谁说的我离婚吗 反正我就是听说了 阿迟 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我这么久以来的态度 还不够明显吗 夏颜 你跟我妈的关系 挺好的 全世界都知道 我是你女朋友嘛 所以我见了阿姨 也会打打招呼什么的 女朋友 嗯 你是吗 我承认过 可是 开 开个玩笑 瞧本下 出去吧 我还有事 阿迟 你必须跟那个哑巴离婚 然后娶我 你一个人 太太 您的手指俄复得不错 可也不用长光台 但是 近几天还是要继续上扬 尽量不要站住 谢谢 家庭医生生 说我的生意最好了 什么时候去年轻院 最近还好吗 方便出来见一面吗 不用了 我现在应该能看懂 你大部分的数字 我随便看看 季先生 你最近还好吗 好啊 家里突风巨变 我说好 你估计也不信吗 对不起 干嘛说对不起啊 这跟你没关系 而且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好消息 小宁的案子 被定性为一百交通事故 剩下的就是赔钱 男夫家属 至少不用坐牢了 我约你出来 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免得你担心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你照顾好自己和宝宝就好 你呢 最近怎么样 静止又为难你吗 我和他准备要离婚了 那你以后 为了这个孩子 我会振作起来的 好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 那我尊重 并祝福你的选择 江兰 没想到你跟思央 习下联系这么密切 那陆太太的位置 你就更应该让住 你 大迟 你猜我刚刚在外面 看见谁了 看见谁了 是江兰 他和思央在一起 两个都说我小的可甜蜜了 你说谁 江兰和思央啊 我这儿有照片为止 我可没有冤枉他 阿迟 你跟江兰 应该是真的离婚了吧 不然他也不会去找死央的 他们 总不能在之前 就有什么死刑吧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这个哑巴可太厉害了 阿迟 你去哪儿啊 出去挂了挂 够了够了 和谁啊 江兰 我跟你说过的话 是半倔机不住是吧 江兰 还没离婚呢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找夏家 思央姐你很好是吧 他们思架现在 尼菩萨过河 都不知道 自身难保 他养得起你吗 我就是我这恨不得分了 什么时候去领离婚证 离婚 离婚离婚 你这一天又走了离婚是吧 陆静迟 你不能言而无信 好 离婚 好 好 李总军 你满意了 离婚证已经领了 从今以后 我就不可能再养你 你躲什么 陆家曾经给你的一切 你都带走 静身出户吧 好 我静身出户住 滚 但年龙和青春不深 滚 走 我已经是 假设我的爱你都多好 那我就可以这样的希望了你 把你误喊他的身份 穿梦坐牙地享受这几年日时的时候 当一个听话的梦想了 可是我爱你 我唯一紧生的罪恋 就是DK 宝宝 你会不会觉得妈妈很傻 没想到呀 这陆静迟的女人 真她娘个顶个的漂亮 我以为她的情人 就已经这么好看了 没想到她老婆 也是个美人配奖 可惜了 你们跟着陆静迟 只能受苦喽 来吧 宝贝们 跟你们的老公 say 叹叹 我只知道陆静迟的老婆是个哑 我没想到是真的呀 那 你来 阿絮 这些不照样的人刚抱叫我 你快叫叫我呀 静迟 你还年轻 这上任董事长的事嘛 我觉得还是在缓缓吧 陆氏这些年来 一直守旧 董事会伟大不掉 老婆就该有心才能了 这年轻的有重继也是好事 可是就凭老爷子留下了百分之湿的暗谷 我怕这董事长的妹子 你也缩不管 妈 这 喂 陆静迟啊 你的两个女人都在我手里 一个人来哦 不要报警 否则 我把他们 都杀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本资都是会取笑 瞧这稚嫩的小男人 不知道陆景迟的女人是什么滋味 你别把我说呀 你别把我说呀 我还是觉得 这个眼巴更有点 我还是觉得 不管就在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不会笑也不会反抗 我走 你看着小脸 灭也不错的样子 怪不得陆景迟 可以取个哑咬回家 这就比有一番滋味儿嘛 格思 走 走 陆总 放着董事会不开 来得这么快 看来你心里 还是有这两个女人的嘛 阿智你终于来了 你快救救我 我人都已经来了 放人 放人可以 不过我想知道 这两个女人究竟谁才是你的真爱 不如这样 咱们玩一个游戏 你选一个人我就放他们走 保证他们安然无恙 剩下的就供我们兄弟想的 怎么样陆总 这个游戏喜欢吗 阿智 选我 先救我 是选小娇亲呢 还是选小情人呢 哎哟 这个问题 好难呀 我都替你感到为难了 快点 不然 我当着你的面 把他们 都杀了 阿智 你快救救我吧 你跟江南都已经离婚了 我再是你女朋友 你还在犹豫什么 谁人穷穷极恶 他们真的会杀了我呢 三 二 一 佳人 我选下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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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他妈废话 放肯 陆总 你确定不救你的老婆 而要选你女情人的吗 我跟江南已经离婚了 她是死是活 跟我都没有关系 好 既然陆总做了选择 来 兄弟们 我放了 阿智 你都不知道 刚刚吓死我了 我说过 你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不走了 谢谢你 谢谢你把老婆留下 供我们来想的 兄弟们 把她松绑带走 让我 好好享用 行了 陆总 还不走 是想看我 现场表演吗 没兴趣 回家 带走 陆景时 不知道我死了 你会不会有一丝后悔 别挣扎了 你老公不要你 乖乖从了我们吧 你也是可怜 老公宁愿救小三 也不愿救你 哎呀 谁让你这个哑巴呢 来吧 我臭压的 往哪跑 奶奶 我以后你妹妹了 妹妹 以后等我哥哥 哥哥哥一辈子给你喋达 你是我的人 以后他们不会再出现 以后谁欺负你 记得告诉我 晓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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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死 听明白 我不允许你死 你不得死 晓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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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死 医生 怎么样 成果全力想象 暂时已经脱离声都没想 不过毕竟众计的是头部 能不能醒来 会不会留下什么头医症 就需要后续观察 好 谢谢 谢谢 你醒了啊 我就叫医生 刘静芝既然不爱我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你伤得我还不够吗 陆总 陆太太暂时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Shot Pack的不CT 还检测大脑有没有受损 对了 对了 他之前一直不会说话 但是 在受到撞击之后 突然间开口说话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陆太太的发声系统是完好的 他之前不会说话 大概就是心灵 受到强烈情绪自己之后才能开口呢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绝对了 江叶 兰兰 我说我没有骗过你 你信吗 你不是已经能开给我说话了吗 为什么不说话 你知道的 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陆静迟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那么你走 我死了 好 我走 你好好休息 江岚跳楼寻死不成 被救回来了 一个外来的痒吧 是死是活病 重要的是 近时已经亮出了底牌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在意那个哑巴 堂堂路加大哨 什么审美 我让你安排的事情 安排的怎么样 已经安排妥当了 我但要看看 他接受陆氏这几年 长什么能耐 阿迟 你找到我 你给我解释 我当时被吓到了才会口不择言呢 我不是真的希望江岚去死的 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 陆总 听闻您的妻子和一位叫夏淫的小姐同事被绑架 您去选择了救夏淫 请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请问陆总 这张照片是真实的吗 陆总 您为什么不救您亲子 您是出国夏淫的吗 您就是那位夏淫姐吧 能不能说说当事的情况 您是小三吗 知不知道这种行为 真的不会别人加弃 你能不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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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氏集团总裁陆静迟的行为 已经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此时爆发后 陆氏集团的股份大跌 但截至目前为止 陆氏集团官方 陆太太 您的检查报告结果出来了 不要叫我陆太太 我和陆静迟已经离婚了 抱歉 张小姐 孩子 没事 你放心吧 跟人朋友生育 以前有楼厕的医生 要报保试 大人情况更危急 要想报大人 姐 你说什么 求求我的孩子 一 一定要保住他 快去 如果我的孩子死了 我也不想过了 好吧 我们尽力试试 你一定要不要放弃 一定要有时候生还的期望 拜托你们 我怀疑的是 不要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陆总监职 谢谢 你怀疑的事 确定要我拿着陆总监 不能告诉他 求求你 一定要替我保命 此事报发后 陆时集团的股份 好吧 作为医生 我尊重保护 并非你自个医院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孩子的问题了 这是您的脑部CT 您看一下 会有什么后果 海马铁作为负责人的记忆管理系统 一旦收缩 记忆力是会衰肥 然后 会忘记所有人 所有事 最终会忘记一切吗 这样也好 这件事你要告诉陆总吗 不要告诉他 可是 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他没有权利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 陆总 夫人公司的账号发布的声明了 就坐实了你跟夏小姐的情侣关系 恐怕 我儿子确实和江兰女士已经离婚了 目前正在和夏颜小姐的情侣关系 看您的态度似乎对夏颜小姐更为满意 我是一个开明的母亲 不会干涉儿子的恋爱和婚姻 不管是谁 只要他喜欢就好 看样子 陆总和夏小姐似乎好事相近 大家就静候加音吧 是谁说我儿子竟然发这么大的火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我和夏颜好事将近了 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是为这事啊 静迟啊 你别怪我私自做准 把你的好事给公布了 这可都是你自己惹的麻烦 谁让你选择了夏颜 还被记者拍了照 我要不这么做 那陆市的股票能稳住吗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您这是在逼着我去夏颜吗 什么逼不逼呢 妈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陆家 你爷爷在世的时候 对你期望莫高 我想你也不愿意让陆氏毁在你手上吧 所以说我还得谢谢你 谢什么呀 这都是妈应该做的 林征 纵客 夫人请帮你 林征 你既然和江岚已经离婚了 以后我就不要再见了 省得给他带来许多威胁 你说是吗 谢谢妈的提醒 不舒服 什么东西 最好 你在做什么 好像不在那 我可以 娜娜 再叫我一声狗狗 好不好 你不是已经会说话了 来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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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要来办法 然后我就乱是一本手 不可干得起 它就会藏在我的户头里 就再有机会 我在里面看 好不好 你真心理他 你别听他 你别听他 我骗你他 我怎么学他 陆静迟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还想要做什么 蓝蓝 你小的时候 不是最喜欢你的终于藏吗 咱们两个终于藏好不好 你藏起来 藏好了 不要让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找到你 这样一样了 哥哥会给你一个天大的奖励 好吗 来 来 陆静迟 答应我 一定要算好了 不要让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找到你 好吗 陆静迟 你又在发什么疯 蓝蓝 你要记住 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介绍 快 睡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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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拍风沙照啊 我知道有好几家都不错呢 都行 全天 那我想要一个最神大最豪华的婚礼 要比三年前你娶江南那个还要胜大 燕燕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神大最豪华最毕生难忘的婚礼 那我能搬进郁江平吗 江南应该已经搬出去了吧 当然 太太 该吃饭了 这是哪儿 我怎么在这里 太太 您忘了吗 这是您和先生的新家呀 新家 我们搬家了吗 为什么我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进食呢 先生这几天忙工作 说过几天来看你 为什么我总感觉好像忘了些什么事儿 为什么我总感觉好像忘了些什么事儿 不对 我和陆经纪已经离婚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太太 只能带着不走啊 别人还有声音 已经有楼产领域 要报告一下 我和江南早就离婚了 她是死是死 都跟我们一起 没有结果 人家的结果 你才把体锐处称的记忆管理器 一旦收缩 记忆力怎么衰退 然后 她们继续所有人 所有人 都会不会 插手 嘉兰 你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衰退了 好 你要记得 和陆经识已经离婚了 还有 不能让他知道你怀孕的事 你要想把他逃出去 陆经识永远不会被满 别再心疯幻想了 我刚刚打算做什么来着 对 我想起来了 我要想办法逃出这里 你为什么会在街上 不 太 江小姐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 我好像不记得了 怎么会不记得 我应该是要回去姜亭 您注意 你能送送我吗 可是 好吧 我送你回去吧 姜云 你都跟阿迟离婚了 你还来干什么 阿迟又不在 你装出身份的固定处给谁看吧 我告诉你 这儿现在是我和阿迟的家 你赶紧给我滚 我滚 喂 郭总 夏小姐怎么能再去姜亭呢 你遇到夏颜了 你去遇江亭干什么 不是我 是她 是姜小姐 我在街上碰到她 她让我送她回遇江亭 怎么夏小姐在这儿 马上过来 我和静晨没有离婚 这是我家 请你离开 姜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脸皮这么厚亮 你跟阿迟都离婚了 你还常常在她干什么 怎么 你是在外面混不下去 所以要死皮赖脸的回来吗 你胡说 我离没离婚 我自己会不知道吗 还想抵赖是吧 离婚证都在这儿 她怎么有什么好说的 怎么过去 难道我真的廖了 好好好 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引擎 赶紧我滚 别再咬家吃 江亭 你来这儿干什么 阿诗 你的这个前妻也太漂亮了 都跟你离婚了还要缠着你 你赶紧把她赶走 我不想看见她 这是你将来的地方吗 小燕 别生气 这件事情 就要给我的处理 走 我离婚了还离婚了 疼不疼 陆继持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说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是谁给你的勇气 说出这句话 陆家曾经给你的一切 你都带不走 静神出户吧 江岚 你 你怎么 你躲什么 夏严说得对 我们离婚了 就不应该才有前程 让我离开 夏严说的话你记得她是清楚 你说不的话 你是一句也记不得是吧 我永远告诉过你 不要离开这里 不要离开这里 你想干什么 你去郁江亭干什么 是吗 看来我只有把你锁在这儿 你才会怪怪的听话 林章 在里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准放他出去 是吗 只要是 我穿这件婚伤好不好看 好看 你都没有仔细看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娶我呀 你这是什么话 我想不想娶你难道不知道 好吧 试完回家吧 江兰 我和安氏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你要是还要点脸 就滚远一点 别再缠着我为婚夫 陆静迟 原来你就好取下严禁门了 那你把我关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江兰 趁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失去记忆 小涛就离开陆静世 陆总 已经半夜了 应该休息了 交代对你的事情啊 办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但是陆总 真的要这么冒险吗 这么多年都隐忍过来了 但是这次 咱们手上的证据 真的不重要 小雅吧 还等着我回家呢 陆总 你这当时我疯了吧 睡觉了 你 你 我是 是 一天 和 夏严 有个 和 我们蓝蓝真棒 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说这么长的曲子了 我 不是 孩子 我知道 蓝蓝已经长大了 是个大朋友 睡 睡觉 最近 倒是养出些肉来 孩子越分越来越大 已经有些藏不住了 我得尽快想办法离开 好好好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不好 不好看 那么蓝蓝怎么样 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看的 好 恐怕在你心中 夏严才是最好看的吧 江兰 我们一家准备出国了 想您放心不下你 问你要不要一起离开 四先生 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这里 是我朋友的秘密基地 静止应该一时帮我找不到你 来 谢谢 谢谢 你 你能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说话了 但是说不了太长的句子 能说就是好事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流利的 私家怎么样 已经 无力回天啊 已经无力回天啊 好了 尤其下周 就不开始脱身轻松 我们一家也要搬到国外了 我回家回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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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 四十这些年 确实一直在走下坡 要怪 只能怪我自己 看不了别 是 我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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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说我了 你呢 你说 有事找我帮忙 是什么事啊 先生 我 病了 我 病了 病了 怎么回事 你呢 你静止知道吗 我 我没什么不用 我也 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所以 我想 来找你帮忙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我 想 我 想 我 想 娶我 当我孩子的爸爸 晓岚 你是认真的吗 我 我 知道 自己 会忘记 照顾不了他 所以 他 不会 把我们一家的财产 都给你 这是交易啊 你好 那便这是交易 我答应你 我 真的想好了吗 路是百分之十的股份 市值超过百亿 你就整给我吧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这本来就是我欠你欠私家的 陆金迟 既然你当初娶我也是为了这些股份 那我把它送人 算不算 是给你最好的毛 陆总 最近陆市股市平台有交易纪录 而且 数个巨蛋 我怀疑 有人从中做梗 要不去查一下 夫人那边有东西吗 暂时没有 那就甭管 陆总 林郑 你觉得 陆市是我的吗 饿了 真的吗 管他洪水淘天 跟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蓝蓝 你怎么了 这个人 有点眼熟 你不记得他了 我不记得了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 心里太远难受 好了好了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我记起来了 我是不是生病了 记忆退化得特别严重 那你还记得我吗 嗯 你是司阳 还记得我就好 走吧 这位新郎 你是否愿意 娶你对面的 嫁妍小姐回亲 不论他贫穷与富贵 都愿意永远爱他 保护他 对他功成不变 套唱 吃了 少年 我错了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说 少年 你不是夫人 你不是夫人亲生吗 当年 夫人其实生下来是个女婴 为了 有一个男爹 继承路家的股份 夫人 分不过我去偷一个男婴 回来 雕坏了吗 你说哪有那么好招呀 这个男人哪有那么好招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人 差不多了 才将两个孩子调完了 接着说 我有今年 那个夫妻 他们知道了 他们要上班 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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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孩子 谁呀 你竟然这孩子 你把孩子还给我们好不好 什么孩子还给我们 对 把孩子还给我们 你们走 你把孩子还给我们 赶快走 赶快走 所以 为了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 见到自己的亲生孩子 因为涉及了一场车祸 而且 一点痕迹都没有 跑 走 少爷 主日 你是父人杀的 人 是父人杀的 我就是个大工的 不管我的事 真的不管我的事啊 少爷 不管我的事啊 不好意思 上各位 今天的婚礼 可能要改成葬礼了 陆锦池 你发什么疯 方雪芊 你害死了我的亲生父母 你真以为我会心甘情愿地 当你谋夺陆氏资产给你 做人 不能谈谈起 这是您教我的 陆锦池 你胡说什么呢 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当年何曼因为犯错 被我赶走 她的话你也信吗 我是您的亲生孩子 您的亲生孩子 应该是她吧 只要我娶了夏颜 并且和她生下一个孩子 你们就可以去父 留死 彻底地把整个陆氏握在手里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 一直以来的影响算法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从事转校生夏颜同学 大家好 我叫夏颜 今天来与方诚 请休息教 女儿 你一定要让静池爱上 嫁给她 给她生个孩子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 好 不是的阿胜 我是爱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小颜 我说过 会给你一个病生的难忘的婚 怎样 这个婚 够能吗 阿胜 你不能这么对我 难道你不爱我吗 你不能这么对我 爱 喜严久了 真把自己带走进去了 可把她杀了 你别杀着她 我说吧 今天这场风 要改成造 陆夫人 你也提问一下 你在意的人在你面前受伤 好陪你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一看 感受一下 你头上随时卷这一碗刀 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地死 陆静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我玩够了 掀桌了 不陪你玩了 陆静芊 别晃了 没有我 也做不到陆氏集团的总裁位置 走吧 你爷爷 陆静芊是怎么嘱托你的 他让你管好陆氏 他那么疼你 难道你想毁着她的心趣吗 我之前 就是侮辱太多 背负太多 但是我现在想通了 什么陆氏 什么责任 成蛋 累了 太累了 警察叔叔 不 这儿有坏人 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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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 你涉及多年情绪传播伤害 并牵扯多项提及罪名 请废论我们调查 陆静芝先生 请你放开手中的人质 否则我们也要对你进行 依法处置 你涉及过 你涉及了 警察叔叔 我不会背着你 人渣 把自己也很暗示 行 好 接空走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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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 上门 他怎么在走 他怎么在走 我家江南是陆家杨林 我怀了陆静池的孩子 我要离开陆静池 陆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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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哥哥 你刚才叫我什么 静池哥哥 我今天成年了 可以化妆了 好看吗 你是我的人 以后谁欺负你 记得告诉我 妹妹 哥哥会一辈子你好的 陆静池哥哥 是 是哥哥 陆静 准备一下 该出门了 今天要去做孕姐 孕姐 你忘了吗 你肚子里 已经怀了小老婆 宝宝 你怀了小老婆 死心的 你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 是 我的 你的 对 可是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要结婚了 好像 有点印象 那就对吧 对吧 因为你怀了我的宝宝 所以我没有结婚了 走吧 以后再弄个人心了 陆总 查到了 江小姐和四家大少在一起 叫太太 叫太太 太太和四家大少一起去了医院 有了 有了 带我 江小姐 还认识我吗 看来你记忆说对的速度吧 远离我想象的快得多呀 不过今天有个好消息 你肚子里的宝宝 很坚强 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间了 暂时已经安静了 谢谢医生 医生 后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就跟普通的孕妇一样 也不是就行 平常 不要多剧烈运动 不过为了保险期间 安静要还得继续服用 腰量减半吧 其他就没什么 好 谢谢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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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过来 什么事 你吓了她 你省不省她 我跟江南的事 你轮得到我们插手吗 你还不知道 我和江南 准备结婚了 当年到晚了 你说什么 今天 还有一点孩子 我们准备 孙悟诚 孩子 什么孩子 江南怎么可能怀疑你的孩子 不少你们来复制客丝室 江南 怕说的是真的吗 静止 明明是什么 你告诉我 这是你一刺 文章 我刚听见了吗 是我出现幻觉了 思扬说 江南回来她的海 她说他们才要结婚呢 刚刚的人 没有影响 你还记得是吗 你还记得是吗 陆 陆静迟 是 哥哥 哥哥 我 曾是 陆家养女 她 是哥哥 还有吗 如果是哥哥的话 你刚刚 你刚刚为什么会怕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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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 是不是 记错了 你没记错 他确实是你哥哥 我 哥哥 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 你想她来吗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看到 他 有点 害怕 又 又有点难过 但是 他 是哥哥 那就给你哥哥 发张请柬 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好吧 还好 你 我 我 查到了 陆总 私家本来打算建良的宣布破产了 但是前两天注入礼笔资金 使得私家得以起死回生 至于资金的来源 是 是什么 是姜 哦 不 是太太 太太便卖了手上所有的党费 给思佳注入了大量资金 小白 她竟然真的为了死友 做到如此地狂吗 是的 而且 太太怀孕的事情 也是真不好 这是印象不好的 靳池 我怀孕了 医生说已经六周了 很健康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我喜欢女孩 她一定会那么漂亮 先生 太太回来了 靳池 我和兰兰 来给你送西田 兰兰是陆家洋女 你也算是 她的女家哥哥 理应来关于关你 姜兰 你不能嫁给她 哥哥 你说 说什么 哥哥 请你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姜兰 你再说一遍 哥哥 请你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以前让你叫你不叫 怎么现在这么随便就脱口呢 我 靳汉 好了 你走 既然晴天已经先到了 我们就告辞了 走吧 立正 你查一下 将来的状态会 可能怎么回事 是 陆总 这位是当时为太太医治的大夫 她很了解 太太平均诚实怎么回事 又是你啊 说吧 陆总 清太太登叔跳楼虽然救回来了 但也留下廉仲的魂征 还骂体严重受损 已经记不清任何人 任何事儿 原有的记忆 也会慢慢消失在见你的 你的意思是说 她最容易会忘记我 是 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是 是江小姐不让我说的 我得尊重别人的意愿 她不想让我知道 也是 她连忘记我这件事情 都不愿意告诉我 还有什么别的治疗手段 海马体轻微受损的话 还有自愈的可能 严重受损的话 现在医学上 没有任何手段能够治愈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重要的事 不停地强调 灌输 加深记忆 这样些气会好点 你醒了 我们去试婚纱吧 我 试试 你连我 连我都忘了吗 对不起 但我 算了 早就知道你这个忘了 听话 我是思药 是你的未婚父母 我们以前很相爱 并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也要亲密记住这些 好吗 还有 因为生病 你失去了很多记忆 除了我以外 不要相信任何人 记住 记住 我 我和思药 以前真的很相爱吗 非识莫什么都想不起来 好 来 你去试婚纱吧 试了这么久婚纱 你和宝宝你也都饿了吧 来 快吃吧 我 不喜欢吃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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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惯这些臭毛病 明明自己不喜欢这儿 偏偏喜欢吃个肥肉连人少女 以后自己吃饭 我不管 将来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记得 却还记得她 难道后来的 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你叫 是吗 你还记得我吗 喂 奶奶 叫哥哥 哥哥 奶奶 等哥哥回家 不要嫁给私药好吗 不要嫁给私药好不好 不 不行 为什么 私药 是 是 未婚夫 我们 很相爱 你说什么 你说 你说你们很相爱 嗯 不行 你不能爱她 跟我走 奶奶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问你 我问你 我是谁 我是哥哥 姑姑跟你说我什么 不要爱我 懂吗 你说 我 不要 不要 我跟你说过那么多话 你只记得这一句吗 来来 哥哥求你 别离开我 好吗 我 我 我该走了 喂 我回来了 百分之分 一百分之分 怎么 怕被你为婚夫听见啊 那你千万不要出声 如果被她听见了 她该多难过呀 将来 我陆静迟就算是死 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不行吃了 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趁着我的女人生病失忆 欺骗拐代表 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意思呀 紫阳 你已经离婚了 我和蓝蓝是这种骄傲 请你放开她 以后不要再拿她 我跟江南的关系 根本就一点都不懂 我是不 知道 你让她致死 她在你身边的一天都是不开心的 她在你身边的一天都是你爱的 我可以 要是真的在你她 以后就不要再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我还以为上次之后 就再也没机会 和你坐在一起喝酒了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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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婚礼取消掉 我帮你重振私家 咱们认识了十几年 你觉得我认识了什么样的 我私家确实比不上你 那种家疯狂 从小到大 他们觉得我和你交好就是想巴结你 都把我当个根皮虫 但只是我自己知道好 我是真把你当个兄弟啊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是过我的根皮虫 我帮你当兄弟 所以我从来没有忌虑过你任何东西 也没有嫉妒过你比我疯狂 我帮你当兄弟 所以我从来没有忌虑过你任何东西 过去的我对你坦坦荡荡 现在的我依然如此 除了将来 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我已如此 小ны 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 你和隔壁学校混混打架 对我背回去那次 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 你和隔壁学校混混打架 不是 背我一招 最近那个学校啊 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妹妹 长得特别白 她那小白兔一样 你是在说用小雅发 对 全是带着 就是干什么 不是说的 他今天不是说我干什么 他不能说 没感觉 找他 玩玩 说什么呢 再说一遍 谁啊 管我是谁 我 你 以后再敢背后说讲两坏话 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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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 你说哪个富佳大少 跟那包混混动是不是还 他们那么多人 你不是送上门挨揍吗 他们欺负晓阳的 说晓阳还我 该打 这还真不像你 我碰死 我要是死了 晓阳一定受欺负 马上到医院了 孙芷 不用睡着 晓阳 我要是死了 你 你 你一定保 保护好小哑巴 陆静迟 这些年来 你保护好你的小哑巴了吗 放手吧 帮她去过一个全新的人生 才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对她们 她们为了 把 ден浓 刺激 好 就像你的生命 只有一件事你留在身上 看着那一刻 我不疲倦 但我记得 我怎么回事 我认为是可恶 娜娜 让我作为娘家哥哥 亲自为你送家 这才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涨法 苏杨 找我好了 我会 艾莱 艾莱不怕了 她是司秧 她是你丈夫 今天你就要嫁给她了 艾莱 艾莱 我会好好照顾你啊 艾莱 来 听话 来 乱乱 怎么啊 怎么哭啊 乱乱 我不知道 你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 什么都不知道 这还是可爱好难过 打不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您双双点去吧 你多休息休息 还有 蓝蓝 你们成年以后啊 一定要去吧 蓝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誓 好 我发誓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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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善终 我哪还有钱 莫总 现在董事会乱成一锅周 并且让人讨论 网友人总裁一职 公司还等着您回去主持大学呢 他们行乱 今儿都乱去吧 这公司的事情 您就真的不管了 募款 大事小事都有募款 那他们谁管我啊 没有人管我 要让他们罢免我 我累了 这可怎么才会不相当啊 莫总 您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思考自弃吗 赵 吃过大梦 我曾经 有一颗糖 一颗有香 有甜的糖 我受的痴 我又怕被别人知道 你说我把他放起来 我藏啊 藏啊 我把他藏得严严实实的 不是 把他画了 把他发霉了 还有什么不张颜的 藏医的 蚂蚁 我看你知道 你猜后来怎么着 你猜后来怎么着 把他丢 不行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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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没有了 没了 没有了 把他提起来 来 走 来吃早饭吧 你是谁 哥哥呢 蓝蓝 以前你还能记住我今天 现在一天就记不住 好 好 好 我想找哥哥 蓝蓝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和你才是一家人 你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不能再找哥哥了 哥哥 不要我了吗 不是 先吃早饭吧 一边吃早饭一边给你解释 蓝蓝 都希望能一直被你记住的那个人 是我 蓝蓝 收拾一下准备出门了 用好了今天派孕妇照的 孕妇照 你又忘了 看这个 看了你就知道了 爸爸 对不起 妈妈病得太严重 又把你给忘了 遇到我 你怎么能伤心 我 不挡 晓痰 你 也找到了 最后 你 陆静止 哥哥 你觉得那些照片拍的怎么样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咱们再去另一家拍 四总 居然在这儿遇到你了 咱们上次提到那个项目 你等一下 好 来 在这儿做点 张总 这边说 这边说 我怎么在这儿 这是在哪儿 我要去哪儿 回家 我要回家 没错 这就是我的家 姜兰 你来这儿干什么 私养的 我回家 回家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陆静止 是哥哥 你和私养走散了 你想回家 所以才来带我这儿 是吗 私养是什么 私养是你照顾 这里 也不是一家 你走吧 给我 兰兰 哥哥 哥哥 你不要兰兰了吗 哥哥怎么会不要兰兰 明明是兰兰不要哥哥的 我没有 哥哥你骗人啊 兰兰 但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 你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 最喜欢喝汽水 来了 你吓死我了 跟我回家 走吧 来了 来了 她是你丈夫 我是一样的 你跟她回去吧 走吧 来了 来了 好想在你这儿 她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做得 她已经给出了选择了 你是想劝我放手 我曾经一度以为 她在你那里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她现在已经给出了它 她心里的家 永远都在我这 是啊 不光我怎么对她 她第二天依然会忘记我 她心里记得她永远只有你爸爸 思耀 算我求你 把姜娜还给我吧 算我求你 这辈子能听到你对我用求这个字 知道吗 只要你愿意把她好的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如果我说 我要你的路是 太罚算了兄弟 当年你为了继承你 付出了多少心血 好不容易把我血清母女都送进监狱了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在我心里 没什么东西比讲的更重要 算了 我才不是什么趁人之危的小人 我对兰兰 本来就是那些西比情爱更多 她愿意留在你这儿 就让她留下吧 行吧 忘了告诉你 我和她根本没领结婚证 当时她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不属于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人 根本领不了证 那你为什么 因为她当时拜托我 在她失忆之后 帮她照顾她的孩子 我和她结婚 只是为了给那个孩子 一个正当的身份 所以你们两个根本就 你自己的孩子 总让别人找到 难死 难道 难道 这是我们的孩子 难道 对不起 不让你们受太多苦了 对不起 怎么样 兰兰 好看吗 嗯 兰兰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今天是咱们俩复婚的日子 小笨蛋 今天早上刚告诉你的 我 嫁给你了 怎么 你不愿意吗 你真不愿意 哎呀我 我摇头 不是说我不愿意 我点头 也不是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而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 我愿意 除了哥哥 我谁都不假 姜岚 这个世上 只有你 可以给我无条件的爱 即使你忘记了所有 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 却唯独没有忘记爱我这件事情 兰兰 来 兰兰 你看 这张照片是你刚到陆家的时候 你吃得跟个小花猫似的 这个 是咱们几个板家家 我呢 当新郎 你呢 当新娘 你知道吗 你早就嫁给我了 这是咱们上大学那会儿 你有心事 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 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好你 哥哥 高考终于结束了 你说 以后我可不可以叫你静止 不再是哥哥呢 兰兰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女朋友 你认识的 夏颜 她走了 好 嗓子 嗓子 这个是 这是咱们俩的第一个孩子 我知道王学琴一定会对她下手 那个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制好她 我拼尽全力想保护她可是 所以 我只能装作狠心 你一定很恨我吧 但是你不知道 你进手术室内门 没有人比我更难过 好 你知道吗 其实我都想好她叫什么名字了 我希望她是个女孩儿 能像你一样漂亮 能像你一样漂亮 她会叫 陆 安 蓝 好土好肉嘛 要是男孩儿呢 陆与蓝 就是你和我的意思 你取得这些名字 我一个大妈都不好意思敲出口 你很羞耻啊 哥哥对不起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记得了 没事 蓝蓝 蓝蓝 你忘记了没关系 以后的每一天 哥哥都会把过去发生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讲给你听 好的坏的 都告诉你 我是囚禁你的人 而你 是审判我的人 过去的你一直在等我 以后 换我来等你 跟这雪 Globe 像风 Nikki 就是浅沃的 我爱你 我爱你